黄哲林 又是打到最后的独秒阶段 墙头三分 天呐 如果眼神最对的那个 大白人 比赛开始 腾讯视频腾讯体育 各位腾讯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腾讯体育 为您带来的 2018-19赛季的 CBA常规赛第40轮 他有着不错的 对抗能力和 空位三分的终结能力 当然今天 在封线上的 封位线的防守压力 主要是限制对手的三分 刚才这个轮转 是到了一个小防大的状况 那么尼克尔森上来之后 打得非常的主动 双方的进攻火力 这是亚当斯 今天一上来 我们觉得他打得很从容 打王 漂亮 攻击兰康的动作很漂亮 但是距离偏远就一个助攻嘛 斯芬格斯和王哲林对位 福建队也换上了赵泰龙 赵泰龙上场比赛完成了 较出 也是上场就发光发热 投进了两季三分球 外线 有明显的转板 手感都还没出来 王哲林 好球 现在杰特队位 就是因为他的快下呢 吸引了尼克尔森的 这种防守的注意力 所以没有办法扑上去 亚当斯将球打中 打王 火焰一个 好球 就是两边的封线啊 落位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看到大王 在杀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 一马拼穿了 其实这个球呢 斯芬格斯在上线 是可以做一些延误的 王哲林 篮板球比得分还多 今天 大王打的时间 并不是特别长 几乎是场均三双的 进宝表现了 王哲林 墙头大号三分 进了 哇塞 大王 每一轮都奉献 都是五加球级的表现 当然这个球 其实更多的反映出的是 一个新疆队进攻上的危机 这王哲林来投三分 这间队可现在 还是利用掩护 都是放杰特的左手 莫德林 动作很连贯 支撑让他能够完成 这个动作 注意看这一下 即便有侵犯 还是完成了投篮的动作 目前 双方在篮板球上 所以在防守上 做了很多针对性的布置 漂亮 好球 漂亮 你看对抗之下的 这种出手能力 这球内线没有斜防 我们看看陈凌均做了一个摸头的姿势 可能是一个战术的信号 大王掩护 挡住 换人 王哲林 漂亮 因为打开之后的防守 几乎是不设防 大王的一击扣篮 完成了上场比赛的比分的再次领先 注意看 这球内线没有斜防 是对应的 你看亚朗斯被挡住 斯多克斯是没有上去大延误 也没有去跟防王哲林 你索性放杰特或者赌杰特 都行 但是 几乎 几乎 临间 王哲林的掩护 比赛东和阿弗杰特这个球呢 要急 因为现在要打乱战的是新疆 大王在发球线好球 非常简单的一个发球线的侧影 而尼克尔森的及时底线的哼溜 是运转的比较正常的 而新疆队呢 在不断地变换防守的方式 这个球 斯多克斯这个目送着王哲林 从他面前杀到篮下 这么深的一个位置来轻松接 已经得到了14分 命中率很高 击投5中 漂亮 对于王哲林的无球移动的防守啊 目前新疆队有一些放任自留 这需要更多的叮嘱斯多克斯 对于王哲林要格外的关注 王哲林需要格外关注 但需要强调的 大王下快攻 大中风快下 单手扣篮 如果说陈林坚是点燃了本队第三节的反攻的号角的话 那么大王一系列在攻联防以及反击当中的表现 则是彻底将这比赛的优势奠定的更加的坚实了 则特打得真的是太好 这是一个漂亮积极的向前 这球应该是一个王哲林的风寨 如果我们非要把他和王哲林作用风向比较的话 可能大王在三位线外的一定的命攻率 大人大延误再回来对位在防 注意时间 王哲林后转身 动作非常的连贯 投的也很自信 看王哲林这个右手的后臂 王哲林 又是打到最后的独秒阶段 墙头三分 天呐 王哲林今天他更像是库里而不像是大魔王 一假动作之后的干拔三分 我觉得如果说陈林坚和黄一超或者说赵台龙 他们是福建的水花兄弟的话 那王哲林是水花大兄弟 现在刚打一会就已经四个了 好球 这个全场紧逼几乎又断下来 王哲林 漂亮的假动作 终于得分了 但是刚才这个全场紧逼依旧显 王哲林 破这个紧逼的办法呢 就是快速过中场之后 要把球及早地交到王哲林的手上 让王哲林去攻击篮筐 无论是得分还是造杀伤 这都是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背后传球 孙逼萌的中距离好球 王哲林今天自己的表现已经可以填满武家球了 由七区接到球的话 王哲林可以直接攻击 大王正面突 王哲林弥踪步啊 2米14的大个来了一个欧洲部的轻松上篮 真的王哲林一个人就可以填满整个武家球 压道斯的浪头又开始了 鞋跳虽然今天 此前的投篮拼拼打铁 七投零中 但是在最后时刻 第四节这两个三分球 是彻底浇灭了新疆队反攻的火焰 大王再来一个 正面顺下扣篮 底线突破扣篮 这是刚才王哲林在三分线 卖着一个交叉布的突破 双手灌篮 本赛季的MVP真的会是大王吗 第一次打枪 第一次打枪 总会全场获得35分的全力竞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听见着陈琴坚 王哲林 本土的精英的超强发挥 那么福建队是主场 战胜了新疆 挺得了球队的联赛